九子夺嫡是清朝历史上有名的皇位之争,在这场皇位争斗中似阿哥应真,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而其他几位皇子都或多或少遭到了雍正的报复。 不过在这些皇子之中,有一个人却选择了明哲保身,他虽然手握军权,但从来没有参加过皇位之争,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被雍正给盯上。 反而在雍正死后,还得到了乾隆的赏识,最后寿终正寝,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印桃出生在康熙四十九年,他的母亲是定贫,所以在清朝的宫廷之中并没有什么地位,更没有抚养自己儿子的资格,但印桃的命运却因为一场疾病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得了一场重病,差点就要死去。 而这个时候,苏玛拉姑恰好来探望他,康熙见到这一幕,也是非常的心疼,于是就让苏玛拉姑来照顾印桃。 自此之后,印桃的身边再也没有其他的嫔妃,全都是苏玛拉姑在照顾他,而苏玛拉姑也是非常的疼爱印桃,他从来没有把印桃交给别的人,而是一直将他留在身边,陪着他一起长大。 因为有了这样的陪伴,印桃也养成了一个性格特别好的人,他不喜欢争抢,也不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什么,一直都是默默地做好自己手中的事情。 在整个皇宫之中,只有他的房间是没有任何的奢华的,其他的人可能会在房间里面摆满了金银珠宝,而他的房间里却是摆满了书籍。 还有一些绘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印桃才会远离了那场九子夺嫡的风波,让他可以一直活到老,也没有被雍正盯上。 在这场九子夺嫡之争中,最终胜出的自然是四阿哥印真,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雍正皇帝其他的兄弟,要么是因为早逝,要么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没有能够参加这场争斗,但印真却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记恨其他的皇子, 他还是一样对其他的兄弟很和善,所以在他登基之后,印真并没有将一切皇子都杀掉,只是对那些争斗背后隐藏着野心的人加以惩罚,至于其他的人,他都是非常的宽容和尊重,而印桃恰好就是被加以重用的人之一,印真觉得他就像是自己的家人一样,所以一直都很信赖他,还将他封为了亲王。 印桃生母是康熙的定嫔万流哈氏,定嫔在雍正时期被尊为皇考定妃,因此后世也称为定妃,康熙24年,1686年,定妃生育了印桃,在印桃出生两年后,康熙的祖母太皇太后孝庄去世,也是孝庄去世,才使得年仅两岁的印桃被康熙下定决心交由苏玛拉姑抚育,苏玛拉姑不是清朝普通的宫女,她是整个清朝历史上最为特殊的宫女。 她出身于贫困的普通蒙古牧民家庭,由于家贫所以,自幼被卖给了蒙古科尔亲贝勒宰桑布和家为女奴,由于苏玛拉姑的年龄与宰桑布和的女儿布幕不太相仿,因此她被派给服侍布幕不太,后来布幕不太长大,被满蒙和亲嫁给了清太宗皇太吉,也就是后来的孝庄文皇后,而苏玛拉姑也作为陪嫁丫鬟,继续服侍着孝庄,所以苏玛拉姑是自幼陪伴孝庄长大的丫鬟, 两人感情极为深厚,名为主徒,实际情同姐妹,在顺治时期摄政王多尔滚摄政期间,年幼的顺治皇帝被叔叔多尔滚所操控,孝庄与顺治也被多尔滚所隔离,多尔滚只让他们母子每三个月见一面。 在这种情况下,正是苏玛拉姑冒着得罪多尔滚的风险往来与孝庄与顺治之间,替母子二人传递消息,并对顺治给予了母亲一般的关怀。 后来随着多尔滚去世顺治结婚生子,有了康熙之后,幼年的康熙感染了天花病毒,被隔离在皇宫之外,顺治和孝庄都十分不放心。 这时候,又是苏玛拉姑挺身而出,她对幼年的康熙无微不至的关爱,才使得康熙最终转危为安,战胜了天花病毒。 后来苏玛拉姑还负担起了启蒙康熙读书十字,学习宫廷礼仪的任务。 此后,苏玛拉姑一直如同母亲一般疼爱着康熙,而康熙八岁丧父九岁丧母,可以说是自幼父母双亡,她的一生没有体会到太多的父母之爱。 苏玛拉姑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正好弥补了她缺失的母爱,因此历史上的康熙曾称呼苏玛拉姑为儿娘。 在康熙心目中视苏玛拉姑为母亲,康熙对苏玛拉姑的礼重,再加上苏玛拉姑与孝庄情童姐妹的关系,所以在宫廷中上置康熙的嫡母人县太后,夏至宫女太监无不对苏玛拉姑礼敬有加,因此苏玛拉姑成为了清朝历史上最特殊的宫女。 在康熙26年,1688年,与苏玛拉姑相伴60多年的孝庄去世,享年75岁,这使得苏玛拉姑悲痛万分,甚至让她有了绝食殉主的想法。 在孝庄去世后,苏玛拉姑就整天不吃不喝,准备随孝庄长眠于地下,苏玛拉姑的绝食之举,吓坏了使她如母亲的康熙。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为了分散孝庄去世对于苏玛拉姑的悲痛情绪,她打破了清朝宫廷贫瘠以上才能抚育皇子的规矩。 把年仅两岁的十二子印桃交由苏玛拉姑抚育,她以印桃体虚多病为由,恳请苏玛拉姑悉心照顾。 康熙这一招果然好使,苏玛拉姑接受了康熙的恳求,打消了绝食殉主的想法。 从此找到了精神寄托,开始悉心抚育印桃,苏玛拉姑一生重信佛教,每天都必须诵经礼佛吃素。 在苏玛拉姑的影响下,印桃也极为重信佛教,因此印桃成年后心胸宽广。 无欲无求,变成了一位颇为佛系的皇子,苏玛拉姑历经黄太极,顺旨,康熙三代帝王。 他伴随孝庄,亲身经历了黄太极猝死后,黄太极的长子豪格与弟弟多尔滚皇位之争。 因此,他深知帝王之家最无情的道理。 所以,他一直嘱咐印桃不要参与皇位之争。 印桃也是在佛系的性格和苏玛拉姑的教育之下,他远离政坛,尽量不参与皇位之争。 因此,印桃在康熙晚年没有参与到诸子争位的事情之中,在康熙四十四年,一七零五年时,苏玛拉姑去世了。 想年九十三岁,苏玛拉姑的去世让康熙悲痛万分,如丧母一般。 康熙十分重视苏玛拉姑的丧礼,并魄力赐给苏玛拉姑贫瘠葬礼。 当时的印桃已经年满二十岁,苏玛拉姑的去世也让他十分悲痛。 由于苏玛拉姑为陪伴孝庄而一生未嫁,一生没有子女,因此印桃主动向父亲康熙申请, 自己想以孝子身份为苏玛拉姑披麻戴孝守灵。 在康熙心目中,苏玛拉姑犹如他的母亲、祖母一般, 只是他身为帝王,不可能为一个身份只是宫女的苏玛拉姑披麻戴孝, 而印桃的请求正如康熙所愿。 毕竟苏玛拉姑对印桃有抚育之恩, 康熙对于印桃的请求十分欣慰, 他认为儿子印桃能有如此想法,说明其重情亦重效益。 于是康熙不仅批准印桃为苏玛拉姑披麻戴孝守灵, 还要求其余的皇子每人每晚轮流陪同印桃一起为苏玛拉姑披麻戴孝守灵, 就这样印桃为苏玛拉姑披麻戴孝的请求, 使得苏玛拉姑成了清朝历史上唯一一位去世后由皇子为其披麻戴孝守灵的宫女。 印桃对苏玛拉姑极尽孝道, 也成为清朝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印桃如此重情重义,为人还低调宽和, 这也使得康熙对他颇为喜爱和青睐, 于是在康熙48年、1709年时, 康熙在世时最后一次册封诸子爵位, 康熙特意进封印桃为顾山被子, 在康熙时期皇子受封其是与个人能力, 母系家族政治影响力受康熙喜爱程度有很大关系, 印桃平时低调宽厚,很少展现自身才能, 而他的生母定妃家族是满洲褒衣出身, 家族出身十分低微,更谈不上政治影响力, 所以印桃能获得康熙喜爱被封为被子, 完全是因为康熙看中了他对苏玛拉姑极尽孝道, 重情重义的性格, 此后,康熙对印桃也颇为重视, 经常赏赐他金钱, 还让他代替自己出席一些祭祀典礼的活动, 并把内务府皇家司库还有郑白旗的军务都交给印桃负责, 在此期间印桃虽然手握皇家司库的经纪, 和上三旗精锐的郑白旗军务, 他也始终保持得很清醒, 谨遵苏玛拉姑的教诲, 没有因掌握权力而飘飘然去参与皇位之争, 康熙去世之后雍正继位之初, 雍正对这个性格比较佛系的弟弟印桃还是比较不错, 继位之后立刻册封他为吕郡王, 当然其中很可能是雍正在继位之初人心不稳, 处于安稳人心的目的, 所以他才会对印桃格外封赏, 因为很快在雍正二年,1724年, 印桃就被从吕郡王贬为镇国公, 最初印桃是被宗人府弹劾志士不能静谨为由, 先从吕郡王被降回贝子爵位, 而所谓志士不能静谨的罪名其实说白了, 就是办事不够认真仔细, 这种罪名完全就是皇帝想收拾人的理由。 分付内容